各位晚安 在說一下女人 為什麼在未來20年會走 之前給大家看一下這條片 你嫁了 白野蘭 大學不好成家了 你就不管這個鄉了 我認識白野蘭 你奧哥 你幹啥 結婚了沒有 你單身到現在 我不管什麼呀 還有你三弟 你這個人太知識了 你讓我媽出來 你答應了 媽自然會出來 只要你答應了 媽自然會出來 我給你結束了 他們這個錢份上 嫁了吧 你嫁 我不嫁 我要錢 錢哪個 咱們家這時候就是要錢 沒有錢 不行 沒有錢 你不要看媽媽了 你想看我的命是王姐的 是吧 你把我的命拿去 沒有人要你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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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例子 在香港都有很多 你們不要以為大陸才有 香港是一個嚴重地 重男輕女的地方 只不過經常說女權 女權多一些廢男 什麼連登仔 那些最喜歡說的女權 自己是一個完全 整個世界 包括尤其是亞洲人 亞洲地區 國家 華人社會 根本不可能走到女權 這套 絕大部分男權 大部分人 都是想生孩子 你就知道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都沒有辦法獲得你的錢 財富 女人 權力 那就是你沒用了 然後就賴女權 我這些新人聽得最多男人 跟我說的話 無論是同事 還是同行 同業 就說你們女人 特別容易做事 你特別容易 因為你女人 女人特別容易賺到錢 因為自己沒有用 自己沒有用 自己比你差 我訂閱人數 也比你少 就說你們女人做YouTube 我特別容易 真的什麼都要說 其實在一個這樣的 重男輕女的社會裡面 不能不承認 我覺得大家 無論是女人還是男人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尤其我之前說 女人養男人是不敢說的 女人養男人是永遠都不敢說 都會覺得很怕被人知道 很醜 怕被人說 就說不要介意 誰比誰多 誰笑都無所謂 至緣其說 安慰自己 心裏不平衡 又不記得 不得其他女人 有男人的樣子 大家看這件事 都是很明顯的 就像我之前提過 鍾欣彤和阿嬌這樣 到現在 今時今日 無論任何 所有關於她的新聞 你們看一些 男型的 所謂網台 或者是男型的 傳媒 下面的留言 全部清一色 真的無分黃藍 這件事 全部都是在說 我看過你的下體 你的下體是怎樣的 什麼顏色的 我鮑魚 怎樣的 全部都是在說這些 到今時今日 都是在攻擊她的下體 我看過她的下體 很厲害 你們覺得 看過那個女人的下體 一個明星的下體 是值得說說十幾十年 說到她死的那一刻 但是相反 你看到男主角陳管熙 有沒有人說過 有沒有女人會討論她 有沒有男人會說 你滑溜很小 不會這樣說 不會的 第一 女人不會花時間 去討論男人的下體 粗幼大細長短 是不是 沒有那麼有空 像男人一樣 那麼喜歡攻擊女人的樣子 身材 胸大還是小 腰粗還是幼 腳 腳 腳趾 手指 對於手指甲耳朵都去打飛機 其實 在一個這樣的結構之下 在一個世界那麼有利於男性的情況之下 你會看到就算一方一方的性別 其實內涵和無論整個生活質素 處理自己處理人際關係 處理社群的那種手腕 或者本身的質地 女人也會比男人高很多 但是在一個世界的大環境之下 男人是真的被人捧到上天 女人都會 明明你是一隻大笨象 你都會比較小的 綁住你自己 你會告訴自己 我不行的 我是信息於男人 我做生意 一定要有一個男人在 有男人才可以開店 有男人有男人 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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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男人自己一事無成 逼狗的女兒都是要結婚生仔 沒有男人不行的 你老了怎麼辦 那個男人要照顧你 一千個女人裏面 結婚的女人 不是 999.9個都是照顧男人的 不會有男人照顧女人浪費氣 男人最喜歡回家 什麼都不做 丟下躺平 找個女人賺錢 和我生孩子 照顧我 還要給我點 給我做免費雞 慢慢砌 身材好 你不行 我拿你的錢 你的錢出去玩女人都還可以 我不想說到這件事這麼差 每一次我看到這些 逼妹妹 你快點去結婚 你快點成功 你幫我哥哥 哥哥要娶老婆 在這種氛圍裡面 我們其實是 最賤 跟香港人移民英國的一樣 你連承認別人歧視你都不敢 我們連承認自己是 做男輕女的社會都不敢說 還說 香港女權 大陸女權 女權就不有這新聞 你可能有見過 有妹妹 有姐姐 逼弟弟去結婚 你快點結婚 給我錢 給我錢 給我嫁老公 有沒有人見過 那些人會吵架陳冠希 那些女生說 她下面很難看 整個陰謀都還沒剪 會不會呢 沒有的 我們都是一起去 批判 或者去攻審女方 或者去判其他女人 是吧 爺爺那些都是不斷攻擊 那堆的女性 說她們淫亂 陳冠希現在不是 她是好爸爸 成功勢低 為什麼她會勢低 為什麼明明是始續勇者 會勢低 我們不是活在一個 男權的世界 是什麼呢 是吧 剛才我說到 一些男人很多時候 娶完老婆 好像嫁了給女人 一餐都不做 所有事情 他們是手把 用你的車去追求女人 或者用你的錢去認識其他女人 這些我真的聽得太多了 我見過一個男人 她是結過幾次婚的 她結第二次婚 當然是飛了第一個 在飛第一個之前 她是拿了這個女人的車 去認識她第二個女人 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開頭還以為 那輛車是她的 覺得好像挺可靠 你知香港有輛車 你有輛前七基本上都可以追求女人 追求到屋邨妹 或者出身很差的女生 就是容許我這段影片 很血淋淋地跟大家說 因為我真的要去浮析很多事情 我沒有辦法和大家鬥 什麼部分 什麼小數 什麼大多數 你們自己去調查 你們自己過濾 你們有些人生穴力的人 看我的影片 你大概都會知道 我想表達什麼 就是太多這些人 是在這裡吃 在這裡餓 最後這個男人 是飛了去的前妻 跟他第二天結婚 然後發覺糟了 我發覺原來都不是自己想得那麼好 然後車子又要給錢 然後發覺原來兩手 最後 你想想這些是什麼人 你娶到一個有錢 娶到一個對你好的 你拿人家的車子出去扣女 所以女人 真的不需要對男人那麼好 不要整個 把他扮進去很漂亮 幫他扮進去 想做好一點 想給錢去用 想養他 然後還要跟別人說 不是的 你娶一份婆婆一份 其實就是你自己貼著人 很多很多女人 我現在這一刻 這個時刻 認識的女人都是貼著男人的 貼得來 還要是很委屈的 受氣 就是不要那麼賤 我知道在香港 都是一個社會 你有男人就代表你是比較好的 你有男人就代表你是 相對就是 可能是優質一點的女人 不是淨女 所以我們會很害怕 自己沒有人要 很年輕的女生都會這樣想 例如說20出頭 或者現在那些 總之很年輕的女生 都未到認識分年來 都會這樣找些人綁綁著自己 受氣受氣 哄男人 貼男人 可能已經好了的時候 AA制 你懷孕的時候 兒子就跟人性 跟著 完完全全是貼了 肉體 身體 精神 錢 對了 早期我認識那些的人 都見過太多了 那些60後50後 那些男人都是吃女人住 然後又在外面 那女人有些錢搞三搞四 欠人周身債 多的事 你看回以前的劇 講劇 語蠶片 那些全部 其實都有這些情況 所以我不會覺得這是例外 我們這個世界 但是我講那麼多我想表達就是 我們這個世界其實是造就了這些人出來 人是被養出來的 男人不會天生用你 吃你 屌你 打你 家暴你 前幾天有個大陸女人被那個男人打死了 很多男人都覺得很正常 是這樣 是吧 我想你給10個男人看 跟印度的男人看到女人被強姦 就差不多 很正常 大陸 就是這樣 大陸 其實他心裡就覺得打女人就打女人 打你 都還可以 香港法例會限制了這些人 好像我經常說的 印度男人為什麼來到香港 不敢周間鄰姦女人 不敢幾個合起來 強姦一個香港女生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真是不好意思 我的影片全部都是講這些血淋淋的事情 為什麼不敢這樣強姦女人 就是因為香港的法律會限制了她 所以 印度男人不是特別醜陋 不是特別污衛 你們千萬不要這樣想 如果是的話 全世界男人都是 他們絕對不是 而是法律 究竟做完這些事情 是不是負責任呢 我為什麼經常跟女孩子說 如果你和一個男朋友分手 你不要那麼輕易 那個男人唯一叫你 你給我一些貴重物品 我怎樣成 給我給我 為什麼要給你 你和她睡 甚至你為她娶兒子 很多女孩子拍拖 都為男孩子 不知道當我幾次胎 錢不再說 身體受傷 精神受損 業障等問題 你又OK的 人家說分手 你給我買的那些 Tiffany手押 有些牌子的衣服 手飾 你又真的雙手奉還 你覺得我不要你 我要尊嚴 我不用要你這些事情 他就不需要代價 他侮辱你 打你 你不報警 他不需要付出任何事 香港對於男人打女人家暴的事情 就算是男女朋友拍拖 還是結婚的夫妻 保障力也是很低的 所以 這件事也是體現到 法律是男人社的 一個男權社 我們也是跟回以前很久的法律 很多都沒有修改過 修憲也需要很漫長的時間和精神 但是 整體來說 我真的很想表達一件事 也要我問一下 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軟學 這個叫做什麼學 國學 有很多事情 在九運 未來這二十年 其實 2024到2044 女人 尤其是中女 走不走不走不走 尼掛 就是帶你中女 你看到 現在開始越來越多 女性 斬到頭角 但現在還未到氣肉 真正的氣肉 我想你入了九運 大概五六年之後 你會很明顯的見不到 女人其實創業做生意 我覺得相對容易一些成功 不是那種 男人說 你打大胸給別人看 是不是 化個妝 嬌滴的說幾句話 哎呀 黏個假眼睫毛 黏在唇下面 這樣就有人看 即不是這一隻 而是 女人 你來來一下 男人談生意 即是自古自今 都是需要叫雞 喝酒 吃煙 說句話 都要點個煙成 是吧 要應酬打 搞什麼 總之有些女人坐在旁邊 哎呀 會用些女人交換 如果我想和你做生意 那我叫台雞給你 叫台亞姐 港姐給你 為什麼經常說 娛樂圈女人是雞 不是雞 是什麼 即是 總之離不開那些 聲色酒 賭這些東西 一起賭錢 一起去做某些 全部都是嫖賭飲趣 吸毒 這樣 太多了 即是你們 如果混入了男人的圈子裡面 尤其是和錢有關的圈子 你們 都會見過這些畫面 還有 真的離不開 你們有沒有試過 跟 見過男人和男人談生意 可以撕掉了嫖島任催的東西 是吧 我經常和大家女人 你們活在家庭主婦 或者你們打一份工的 你們未必知道 或者未必真的感受到 人是有多邪惡 在講一些我覺得很皮毛很膚淺 簽過藥 一些公司和公司之間的東西 都可以涉及到毒品 都可以涉及到很多的女人 甚至我親眼見過那條片 因為是個男人自己錄的 然後他不知道為什麼去到我那裡 那條片其實就是 基本上就是簽了一份合約 在一個香港的公司 和東南亞公司簽了一份合約 那他就 那裡是越南來的 我可以說 那裡是越南來的 那別人為了跟他這個公司簽約 就給了公司一個秘書 跟他在公司那裡搞 然後這個男人還拍了一片 覺得很偉 一個香港的男人 然後他就不知道 把這條片 好像放在Pont Hub那些地方 然後又到處發給人 去到越南也有很多東西玩 有毒品 有很多的 總之都是一些 在香港一定不合法的 但是在那邊是採戒 或者是 你就算犯法都捉不到了 總之在東南亞這樣 那就搞完一大堆市場回來 你以為他做什麼大生意 他也是個打工仔 一個打工仔 就是因為對方公司 想和他的公司簽約 他只是一個代表 香港公司的代表 但是他可以受到這麼尊貴的代表 而且他十分之享受 女人其實很少會享受嫖妒任趣 很沉迷吃煙 上癮 很沉迷喝酒 很想喝酒 很想找男人去砌 很想找男人去睡 很想叫鴨 很想去玩這些刺激性方面的東西 女人近乎零 女人的享受可能是 和朋友去喝杯咖啡 去過旅行 去日本購物 然後可能是 看看手袋 或者去買個包 或者是做指甲 做個臉 做個打個光 這些就是女人的享受 但是你看到男人 就是剛才那些很鬼魂的東西 所以本來的質 是真的有分別的男女 我不是說男人 完全覺得是這樣 大部份 或者你接觸到這些性 錢 嫖妒飲催 叫雞 玩女 你看到我負責社群也是 講來講去 你有幾千萬 你就是想玩女人 離不開的 你或者必須經過這個階段 不斷去玩女人 弱炮 窮的弱炮 有錢就叫明星 叫些傘子 你來去用 一定要去經過這個階段 或者絕大部份的人都會沉迷 那離不開嫖妒飲催的時候 其實你想想 本身 女人就是一直被抑壓著 女人就算天生的誤性 靈性比較高 或者所謂的質素比較高 都是被嫖妒飲催的這一方 幫她壓制了之下 這個是我 我想從我有意識開始 在這個世界留意到的事情 到現在 所以 當你想想一個世運 去到狗運的時候 女人有什麼辦法 不斬路頭角 有什麼辦法 不會賺大錢 未來20年 女人必定是賺大錢的 我經常都會 跟身邊的女生說 現在這一刻 已經是套裝的狀態 好像你跑步 準備跑 現在2022年 2024年 正式整條 有些人說用龍來比喻打 我想用魚 你們會比較容易理解 好像一條魚一樣 你一個魚頭魚身 已經是入了 另一個缸裡面 差一條尾巴 那麼到2024年的時候 整條魚 就入了另一個魚缸 即是九運這裡 現在還是一個屬於 八運的一個魚缸裡面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還有九運我經常講過煮火 火就是煮高科技 能源 新能源 火箭 太空 加密貨幣 為什麼我會 在這一兩年 這麼大力去推加密貨幣呢 你們會 慢慢都會看到 前景是有幾誇張的 人沒有辦法 你說要丟到所有東西都成熟了 每個人都覺得很穩定 怎樣才去做 很多行業都是 其實是熟火 美容 但是已經不是去到 你們現在看到 搓一下面 搓一下死皮的那種美容 都是結合了很多的科技 就是意味方面 又會是突飛萬進 總之一些 新能源 新科技的東西 全部都會在未來20年 發光發亮到 你們不會相信 就好像當初 在2004年的時候 剛剛入八運 大家都沒有想過 樓市是會這樣一飛沖天一樣 因為八運 就是走土運 土運 很明顯就是房地產 礦業 這些東西 但是你要知道 回到2004年 何來 何來 有這些Youtube 資訊 這麼發達呢 就算人家說 在電視 叫你們買樓 你當時的腦 都沒有那麼通 大家都是腦閉塞的 在那些中數 所以 現在有這樣的機會 跟大家說 其實火 都配合了 高科技已經開始了 一個頭 我會稱之為 到現在 有這樣的資訊 讓你接觸到 未來就是科技的世界 因為火就是主科技 八運的時候 你看到整個20年 全世界的房地產 香港這些都是瘋了 升到 基本上 你不需要做發展商 你不需要去投資 什麼房地產 你買樓就夠了 你有買樓 你自住什麼 或者有多層 你買了樓 就是贏家 街鋪 什麼車位 都好 所以 現在也代表了 土運在開始過去 那 未來的 其實 當一個運 起完之後 失了 它就算是一個 叫做向下的階段 所以這些中數 我是不建議大家 再去炒樓 什麼 抽什麼 抽樓啊 去買樓 打算去自負 現在已經過了 所以 水尾就是水尾 但是也有些人 不相信會沉迷 我覺得 最好 我的股票 怎樣賺錢 賺完之後 我就將它拖利 然後去買樓 抽那些一千萬 只有一房的單位 還去新界區 那隻 大家仍然是樂此不疲 因為已經入了爐 所以我經常覺得 人為什麼要死 容許我也是這麼直接地說 人為什麼要死 我也覺得自己是必須要死 去到這麼長時間 因為人是會閉塞 人是會有既有的價值觀 去侵入我們的思維 是你經過多少歲月的歷練之後 你都會撐著緊緊抓住而不放 所以人是必須死再重新來過 再有一張白紙 你才會吸收到新的東西 還有我也會看到 為什麼女人是會被男人成功 在我說了這麼多男人的 血淋淋的事實之後 我只是看閉這件事都是 大刀斧斧 持閉力強 然後很穩陣 希望一些東西穩步上揚 男人通常喜歡的東西 是突然爆發的 或者坐到差不多 我覺得太慢了 那些東西都是太慢了 那個進漲也是慢的 我全部退出來 然後試一下去駁一鋪 去炒一下其他東西 什麼其貨 或者其他產品 所以很多時候 見到那些故事 可能你身邊你爸爸媽媽都有上演過 就是爸爸經常沒有錢 然後問媽媽拿錢 媽媽明明收入沒有爸爸多 或者都是家用證 或者是家用證 然後男人經常有錢 不知道要去哪裏 我都說嫖妒忍催 基本上沒有什麼男人 是四樣東西都沒有 只會說是有三樣 還是四樣 還是一兩樣 總會是有嫖妒忍催 所以在未來這十年 我真的很期待 我期待不是因為我一個女人 就算我是一個男人 我相信如果我有什麼觀察 我都會把她說出來 就是你會看到應該有 應該擁有的人 她會擁有 而本身不應該擁有 你現在擁有著的人 將會失去 就是我對未來這個九雲的詮釋 還有事不過三 大家經常都會好奇 究竟疫情什麼時候會完呢 那你見到始於庚子年的 庚子年的年頭 即是2020年 今年是任人 其實應該是今年 年尾大概左右的時間 就會完結 這個也是我的大膽預測 因為很多人 風水師也好 數數家都說 去年應該完的 新炒年其實是 我會覺得是長一點 事不過三 其實很多事情都會發生 你如果好的東西 突如其來的好 在你人生都不會出現 很多個三次 一些奇蹟般的人去幫你 在你最低谷的時候 扶你一把 或者你結婚 很多人都是結到盡 都是結三次 你好少聽說結四次婚 也很多 一些不好的事情 都不會超過三年 一些突發性的事情 總之三這個字 其實都是古人 大家看看 《易經》都會知道 這件事 我覺得都很神奇 所以我很有信心 其實今年 疫情是會過去的 你看現在都開始趨向好 不過有沒有第六波 就不知道 反正我覺得今年都會有些反覆 但是我很有信心 今年是會完結 所以過了今年 其實就真正明年 2023年 就真是最後一年的 這個 這個白雲的最後一年 明年會比較反覆 因為是一個交接期 在這裡容後再說 這條片已經很長了 下次再談